台湾壮球界有不少漂亮宝贝 比方说何欣如 她有张明星脸 长得像刘若英又像戈伟如 很受到球迷的喜爱 今年呢刚刚到上海去当教练 吸引了许多球迷 还专程从上海飞到沈阳去看她比赛 专注冲球 轻松扫台 这位长发美女 就是台湾女壮士何欣如 推干就高干 推 不论打球 或教学生推干 她都很有一套 今年9月才到上海当助管教练 马上电番一票男粉丝 因为她是职业选手 刚开始打球心里会有压迫感 而且她还是个美女很漂亮 我觉得她像哥伟如 然后有点温度杀气 有从上海飞到沈阳去看我比赛 然后大概看了几天吧 然后就是每一天都陪在我身边 曾经收过粉丝的送的项链啊 手表 然后自己就很吃惊 面对疯狂粉丝 称赞她像哥伟如跟刘若英的综合体 何欣如说只想做自己 好好赚钱跟比赛 现在她一个月平均能赚六七万台币 比在台湾好得多 我想要过来这边闯一闯啊 然后就觉得说这边的薪水比较高 然后大概一点多倍 这样会不会很想家 会 就想我妈妈 然后想我家的狗 33岁的何欣如大求十多年 去年在台湾女子撞球排名第七 目前在国际撞球总会 世界排名51 最大的愿望就是两年内 打进世界前八 撞出好成绩 记者立列方林新线 上海财务报道